这是2007年广东九江大桥被巨轮撞击坍塌后的现场录像 此次事件也是我国桥梁史上最大撞击事件 一共造成四辆小轿车以及两名施工人员坠落江中 八名私城人员当场死亡 事件发生后的两个月 拨开高速将船主告上法庭 并索赔2558万元 北一审判处六年的船主当场表示 根本不是船撞坏桥梁 而是桥梁坍塌砸向自己的货船 对于判决结果更是相当不符 那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据调查显示 2007年6月15日 船长石贵德驾驶货船南桂机035 由佛山高明顺流开往顺正 当货船距离九江大桥约1100米时 江面上有浓雾 能见度急剧下降 作为船长的石贵德因出于自信 并没有按规定及时停航 50时分左右 团阴偏离航道 致使该船头离九江大桥23号桥墩发生触碰 导致九江大桥23号 24号 25号三个桥墩导弹 并引发所承载桥面坍塌 使得正在行驶的四辆汽车落入江中 车内六人以及两名大桥施工人员死亡 造成经济损失高达450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 如此危机关头 正乘坐小货车行驶的河南人是王文田 第一时间下车 接连拦向后方冲上来的八辆小轿车 此举拯救了多人生命 为此获得了20万元奖励 至于船主石贵德虽提起上诉 可经多轮开庭审判后 广州市海珠区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以交通肇事罪 判处船长石贵德有期徒刑六年 正式贵德虽